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 四十年的旷野生活中 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上帝为属他的儿女 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 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 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 领取今日新鲜的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 我是孙大中 有到了我们相约一起灵修的时间 生命纪三十章十九到二十节 摩西说 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 我将生死祸福沉迷在你面前 所以你要拣选生命 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 且爱耶和华你的神 听从祂的话 专靠祂 因为祂是你的生命 神知道什么对我们是最好的 祂每天赐下祂的话语 向我们知道 我们所蒙的恩 明白当行的路 愿我们存着受教的心 能够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条和 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 留意神的计划 我们思想 留意神的计划 这个题目 所要读的经文 神在《创世纪》四十五章一到十五节 九月圣经《创世纪》四十五章一到十五节 请预备好您的圣经 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 《神的道路》 高过人的一年 神的一年 高过人的一年 他的心里有蓝图 他的时间不错误 一步一步带领的前途 他历大地的感情 他让云在空中漂浮 是他创造生命气息 是他饮食照顾自负 耐心等待的要欢呼 耐心等待的要欢呼 耐心等待要欢呼 神的道路 神的道路 神的一年 保护人的一年 他的心里有蓝图 他的时间不错误 一步一步 一步一步 带领你前途 他立大地的恩迹 他让云在空中漂浮 是他创造 是他创造 生命齐心 是他因谁照顾自负 是他万物可安其事 耐心等待你要欢呼 啊 耐心等待要欢呼 创世纪第四十五章 1到15节 约瑟在左右站着的人面前情不自禁 神父一声说 人都要离开我出去 约瑟和弟兄们相认的时候 并没有一人 站在他面前 他就放声大哭 埃及人和法老家中的人 都听见了 约瑟对他弟兄们说 我是约瑟 我的父亲还在吗 他弟兄不能回答 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慌 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慌 约瑟又对他弟兄们说 请你们进前来 他们就进前来 他说 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 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 现在 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 自忧自恨 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前来 为要保全生命 现在 这地的饥荒已经二年了 还有五年不能耕种 不能收成 神差我在你们已先来 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 又要大师拯救 保全你们的生命 这样看来 差我到这里来的 不是你们 乃是神 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 做他全家的主 并埃及全地的宰相 你们要赶紧上到我父亲那里 对他说 你儿子约瑟这样说 神使我做全埃及的主 请你下到我这里来 不要担言 你和你的儿子 孙子 连牛群 羊群 并一切所有的 都可以住在哥山地 与我相近 我要在那里奉养你 因为还有五年的饥荒 免得你和你的眷属 并一切所有的都败落了 况且你们的眼和我兄弟 辩亚敏的眼都看见 是我亲口对你们说话 你们也要将我在埃及一切的荣耀 和你们所看见的事 都告诉我父亲 又要赶紧的将我父亲搬到我这里来 于是 约瑟福在他兄弟 辩亚敏的景象上哭 辩亚敏也在他的景象上哭 他又与众弟兄亲嘴 抱着他们哭 随后他弟兄们就和他说话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 创世纪四十五章一到十五节 我们把焦点放在其中第五节 创世纪四十五章第五节 经文说道 现在不要因为把我迈到这里 自忧自恨 这是神差我 在你们已先来 为要保全生命 创世纪四十五章第五节 我们就以这些经文 作为今天一块背诵 和默想的金句 创世纪四十五章第五节 我们再背诵一次 现在不要因为把我迈到这里 自忧自恨 这是神差我 在你们已先来 为要保全生命 创世纪四十五章第五节 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 今天的灵修短文 留意神的计划 约瑟吩咐他左右的人 人都要离开我出去 这是我们不能明白 其实他不愿人们看见他的真情 当他与兄弟相认时 他说不要自忧自恨 这是神差我 在你们先来 他不能这样仁慈地安慰他们 而且也自信解释他人生的经历 他只要找出神实行的计划 他从人的残忍与诡诈中 看出神的安排 看看大卫的经历 他受压烧龙的背叛 也遭世美的咒诅 却看见神容许的旨意 耶稣预先知道 犹大要卖他 知道这是父要他喝的苦杯 父神的计划 神的安排有时 好像奥秘一般无法解释 有时他甚至借着恶人 完成他的计划 可惜 我们却不曾这样解释 当我们遭受恶人的守加害 因这不是神所容许 终究要达成神隐秘的目的呢 犹太人憎恨保罗 反而促使他 去到他久以渴望来到的罗马 所以不要只见风浪甚大 忘了是神自己在掌舵 是的 神要拆解约瑟到埃及 要找他做埃及国的宰相 就扔他在坑里 送他进监牢 然后为他开一条出路 使他走向光明 不要高估你的困难 不要低估神的恩典 神的恩典大过你的困难 他的恩典天天够你用 旷野玛纳陪伴你 天天经历神的恩典 祝地恩典大大傻小 祝地恩典从头到脚 白白的卖不能忘掉 感谢永述入老场 有老场 啦啦啦啦啦我要赞美 啦啦啦啦啦我还要赞美 啦啦啦啦我一生赞美 一生要来赞美主 今天我们思想 留意于神的计划 这个题目 人生的痛苦来自于强求执着 把自己的眼光绝对化 以为那就是最好的 因此失去成长的空间 和挑战自我的机会 神从来不会无缘无故的 较压力和困难临到我们 他乃是利用人生中的困苦经历 来训练我们 以力量束我们的腰 使我们能以征战 他训练我们的绑壁 就我们的绑壁能够开同工 逆境原始化了中的祝福 神要使约瑟成为多结果子的树枝 并且是全旁多结果的之子 就许可他被卖为奴仆 再定用以先把他打发到埃及来 虽然约瑟落到极卑微的地步 但神却与他同在 修他脱离一切苦难 又使他在埃及王法老面前得恩典有智慧 法老就派他所埃及国的宰相监管全家 神用他全能的护理安排万事 他知道约瑟能够承受的 他已经事先量过了 创造纪四十九章二三节到二四节 经文说 弓箭手将那苦害向那射箭逼迫他 但他的弓仍旧坚硬 他的手健壮敏捷 这是因以色列的牧者 以色列的磐石 就是雅各的大能者 当约瑟的哥哥们 带了宾亚敏到埃及来的时候 约瑟很想跟他们相认 但约瑟有他独特的计划 他要试一试当年恶待过他的哥哥们 对宾亚敏会怎么样 会不会因为嫉妒宾亚敏 像当年嫉妒他一样呢 于是就吩咐加载 把他的银杯 连同宾亚敏的银子 一同装在他的口袋里 加载就照着约瑟的吩咐去行了 要不是这个银杯 约瑟的哥哥们很可能 就是带着便亚敏 松了一口气回到西伯伦 然后跟他们的父亲雅各报告说 没事 我们吃了一顿大餐就回来了 但是平安了吗 没有平安 因为恶人必不得平安 神的原则是要先满足公义 才有真的平安 诗篇85篇第10节 诗人说 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 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 以色亚书32章17节 经文说 公义的果孝必是平安 公义的孝宴必是平稳 直到永远 因此 约瑟虽然想早早跟弟兄们相认 但要按照他的计划 按部就班的来 不能因为小不忍而乱了大谋 导致功亏一亏 当天一亮 约瑟的兄弟们就被打发走了 结果走得不远 约瑟的家宰就追上他们 把银杯从毕安明的袋子里搜了出来 哥哥们一看这情形 都随着毕安明一起回去 犹大在一段感人的申诉中对约瑟说 求你容仆人住下 替着童子做主的奴仆 叫童子和他哥哥们一同上去 恳求约瑟让他留下来 代替毕安明做奴仆 叫毕安明能跟他的哥哥们一同回去 知道哥哥们有爱抵之心 有护抵之情 而且以人认罪 当时候到了 约瑟这才决定与他们相认 相认的过程也是充满戏剧性 圣经说 约瑟在左右站着的人面前 勤不自禁 吩咐一声说 人都要离开我出去 约瑟和弟兄们相认的时候 并没有一人站在他面前 犹大和他的弟兄们 正在等待答案的时候 没想到 约瑟吩咐其他人都出去 这怎么回事 因为留下来的都是自己的家人 当外人都出去的时候 约瑟就放声大哭 对他弟兄们说 我是约瑟 我的父亲还在吗 圣经说 他弟兄不能回答 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慌 想象一直以来 眼前这位埃及官员 都是用翻译人员 在他们之间传话 现在突然间听见 他用希伯来话说 我是约瑟 这个把他的弟兄们给吓坏了 这就让孙大忠想到 保罗归主的经历 当时 他还是残害教会的大树人扫罗 结果就在往大马色的路上 附和了主耶稣 在意象中向他显现 《使徒行传》二十六章 十二到十五节 保罗回顾当时的情形 说 那时 我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 往大马色去 王啊 我在路上 晌午的时候 看见从天发光 比日头还亮 四面照着我 并与我同行的人 我们都扑倒在地 我就听见有声音 用希伯来话向我说 扫罗扫罗 为什么逼迫我 你用脚踢刺是难的 我说 主啊 你是谁 主说 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 主耶稣也是用希伯来话 当扫罗对主说 主啊 你是谁 主说 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 好像约瑟对了哥哥们说 我就是你们所恶待 被你们卖到埃及的约瑟 约瑟也是在晌午的时候说这话 主耶稣也是在晌午的时候向扫罗说话 保罗当时的心里那种惊慌可想而知 当门徒看见复活的主耶稣的时候 惊慌害怕 因为所看到的是魂 耶稣说 你们为什么惊慌 为什么心里疑惑呢 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 就知道实在是我了 摸摸看看 魂无骨无肉 你们看我是有的 说了这话 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 当约瑟对他弟兄们说 我是约瑟的时候 相信除了变亚米之外 其他的十个哥哥们都吓坏了 仿佛是创世纪里边的一段惊魂记 直到这时 一切事情才真相大白 这人为何特别关心我们的父亲 为何执意要我们带变亚米来 家载为何接待我们 像接待贵宾一般 为什么银子还在袋子里原封不动 为什么这人能按着长幼顺序 使我们排列做席 为什么分给变亚米的食物 比别人多五倍 当他一说我是约瑟的时候 先前一切不寻常的事情 都有了合理的答案 约瑟所做的 岂先他们不知道 如今都明白了 难怪银子还在袋子里 难怪会问起我们老父亲 但一面明白 他明明羞愧到无地自容 但若是转念想到约瑟当年所做的梦 如今竟然奇妙地实现了 他们的对神更加敬畏 神怎样精心布局 绝对约瑟 约瑟也巧妙地安排 实验他的哥哥们 知道事后满足 他才说 是我 约瑟能够隐瞒到这个时候 可见 他具有非凡的坚毅和镇静 今天我们能在复杂的环境中看出是主吗 许多时候 神在我们生命中有独特的带领 我们好像当年 加利利海上的门徒 因风不顺 遥路甚苦 我们跟环境苦苦对抗 但若是因信 用开放的心去面对神可能的作为 晓得神有他的用意 一想到是主 就能让自己的心灵安歇 约瑟对了弟兄们说 我是约瑟 我的父亲还在吗 又对了弟兄们说 请你们进前来 他们就进前来 他说 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 就是你们所迈到埃及的 惊吻不定的哥哥们 胆战心惊地上前去 主耶稣不会责怪逼迫他的人 而要他们进前来 好把神的救赎计划告诉他们 他用启示 是逼迫他的扫罗之道 福音的奥秘 创世纪四十五章五到八节 玉瑟对走上前来 已经自责多年的哥哥们说 现在不要因为把我迈到这里 自由自恨 这是神差我 在你们先来 为要保全生命 现在 这地的饥荒 已经二年了 还有五年不能耕种 不能收成 神差我 在你们先来 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 又要大势拯救 保全你们的生命 这样看来 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 乃是神 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 做了全家的主 并埃及全地的宰相 所以神是整个故事的中心 是神先把约瑟拆来 立他做埃及国的宰相 为要保全生命 神并没有颜面不顾约瑟 而是始终与他同在 约瑟不多讲哥哥们做的坏事 而多讲神在他身上所做的 他所感受到的损失 原来都是神计划中的一部分 为要成就日后的光景 约瑟告诉哥哥们 神这么做 是为要给他们存留余种在世上 又要大势拯救 他们的意思原来是要害他 但神有更高的目的 人的意思或许不好 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 有些事情 神要借着恶人的手来成就 今天若是神为了要引导我们 到永远的丰富力 许可我们暂时贫穷 让我们陷在困难中 我们就不要因为不利的环境 而忧愁叹息 而要信赖神的智慧 以及他那难以言喻的大爱 诗篇三十一篇十四到十六节 是很好的祷告 大卫说 耶和华 我仍旧倚靠你 我说 你是我的神 我忠诚的事在你手中 求你借我脱离仇敌的手 和那些逼迫我的人 求你使你的脸光照仆人 凭你的慈爱拯救我 若神要我们将他的能力 只是下代 将他的大能 只是后世的人 就必定会让我们 有可以做的见证 有可以说的故事 若我们对神有信心 就不是苦苦等待黎明到来 而是用喜乐欢畅 来度过黑夜 我们在重温大卫的祷告 耶和华 我仍旧倚靠你 我说 你是我的神 我忠诚的事在你手中 同时我们再背诵一次 今天的金句 创世纪四十五章第五节 现在不要因为把我迈到这里 自由自恨 这日神差我 在你们以先来 为要保全生命 创世纪四十五章第五节 请我们去祷告 主啊 你奇妙的作为 就像轮中套轮 环环相扣 你的筹算永远立定 你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 因为你在天上立定宝座 你的权柄同管万有 你使君王过于虚无 使地上的审判官成为虚空 等候你的必从心得利 他们必如阴展翅上腾 他们奔跑 却不困倦 行走却不疲乏 帮助我们不因为事与愿违而沮丧 而是留意你的计划 因为我们原是父神的工作 在你里面造成的 主啊 我们不为明日夸口 但也不为明天忧虑 而是专心爱你 全心信赖你 因为你的成就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事 你是一生牧羊我们的耶和华 是拯救我们的磐石 地的深处在你手中 山的高峰也属于你 你用看不见的双手在引导安排 你是复活的主 寻求你的人必赞美你 你是得了尊贵荣耀的约瑟 求主保守我们对你 永远有活的信心 我们心里切望 借你的面 祷告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我是苏纳忠 下次节目时间 空中再会 愿神赐福给您 我比不知缺乏 他是我 唐我在青草地上 令我在西水旁 她是我的灵苏心 引导我走一路 主耶和华是我牧者 我比不知缺乏 我比不知缺乏 虽然行过 似义有故 我也不怕走行 因为你与我同在同行 你长彼安慰我 在我的人的面前 为我摆设 为我摆设 演戏 虽然行过 似义有故 我也不怕走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